花莲慈激医院副院长许文玲释放社总留科专家 在2002年来到了花莲加入慈激团队 并且也着手成立东部第一个癌症医学中心 而最近慈激医院为许文玲副院长来举办了 德慧根要慧根 东台湾癌症医学推手许文玲医师行医季的新书发表会 而在畅谈在东部发展癌症医疗照顾的心路历程 以及为每一位癌症病人寻求适切治疗的过程 放社总留科专家许文玲医师 2002年卸下台北三军总医院副院长职务 来到医疗资源欺缺的东部行医 从一个人一张什么都没有的办公桌开始 引进最新治疗技术和设备 不仅在花莲慈激医院着手成立东部第一个癌症医学中心 又进一步整合跨专科医疗团队 开创智能癌症筛减技术 提升癌症治疗品质 更推动社区预防医学 还有下乡的疫症服务 19年来守护着花东民众的健康 今年是持继55周年 我刚好来这里满19年 在这19年 个人自己在这里所学习的一切 然后借着这些故事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一个好的因缘 我们常说 欲知前世因 今生作者是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所以在正言上人的带领之下呢 从各种的境界里面去学习到智慧 所以来实际得慧跟就要能够会跟 跟上人就会学到很多的智慧 应该是说对我们年轻的医师 然后在我这一生的从医之路里面 所碰到的一些事情 跟他们做分享 让他们以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好医师 近日慈禁医院为许文林副院长 举办了德惠根 药惠根 东台湾癌症医学推手 许文林医师行医剂新书会 除了由许文林和大家来畅谈 她在东部发展癌症医疗照护的心路历程 以及为每一位癌症病人寻求适切治疗过程 许多院内同仁 志工 师姐 出院的病人等 都特别出席了新书发表会 向大家来描述他们所遇到的许文林医师 以及在医疗过程中受到的专业照护 还有温暖关怀 新书会在不绝的献花祝福 和常常人龙排队签书下圆满结束 许文林表示她会持续带领 癌症医学中心团队持续向前迈进 依然来守护地方乡亲的健康 借了以慧欢师报道